夕陽情人節 牛郎之女的七夕 再加上白色情人節 情侶們要大秀甜蜜 耍浪漫 絕對有的是機會 今年依舊單身過節的 宅男女神翁姿曼 一如往常要在工作中度過 不過她一一列舉擇偶條件 希望來年可以輪到自己深愛 其實我都說我還蠻喜歡貼心 細心 然後就是比較六顆粒感 沒有啦 沒有 我怎麼會學她 身旁暫時沒有男伴沒關係 借用扁人男友過過肝硬也可以 修傑凱展現紳士風度 和翁姿曼互味巧克力 只是她心裡想的恐怕另有他人 身為男生在秦文節 甚至日常生活當中 要是一個有責任感 有貼心 然後我覺得最好的方式就是 互相叮嚀彼此相當的健康 過去被問到有關女友的話題 修傑凱總是低調不願回應 但她在生日當天公然放閃 網路發文寫道 謝謝你就是我最好的禮物 雖然照片中的女子可以壓迪貌眼 只是從輪廓一看 明顯就是假經文 這段相差九歲的姐弟戀 真的是越愛越高調 一切都很好 然後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對 因為工作一樣要做 然後日子也要過 然後只是多了一些重要的人陪在身邊 我覺得這是值得開心的事情 夜市威樂訓練中心 特別報導 看恢復